我告诉你啊,马上过年了,要是还不会炸丸子,那你就认真把视频看完,炸出来外酥里嫩,特别好吃,做法一点都不难,空碗中加入一勺花椒,加开水泡十分钟,然后加入大葱,用手抓住大葱的味道,肉馅中加一块老豆腐,起到蓬松的作用,然后分两到三次加入花椒水,朝一个方向搅拌,让肉馅吸收,每天都在用新椒桌菜,给我一个小龙心鼓励一下吧,非常感谢。 然后加盐,四三香,千万不要加料酒,放姜蒜末,再打入一个鸡蛋,用右手搅匀,然后加一包小酥肉专用粉,这个粉才酥脆的关键,加完粉不要朝一个方向搅,容易裂开,用手抓匀就行,有条件放点白芝麻,挤丸子就是用虎口挤出来,一刮就行,油温烧到茶筷子冒小白泡泡了,调小火,把丸子下锅炸,全部下满,过十秒用漏勺翻弄一下,定型了。 就先捞出来,接着下第二锅,第二锅定型,把第一锅炸的也下锅,小火炸五分钟左右,变成微黄,捞出来,开大火把油温升到六成热,把丸子下锅复炸,这时丸子上色很快,别炸糊了,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,外酥里呢,特别好吃,过年家里来客,招待客人,这就是你的拿手菜,赶紧试试吧。